在广袤的南非草原中 这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猎豹 正埋在妈妈的怀里嗷嗷待哺 但突然 不远处闪过一个身影 母豹立马警觉起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为了孩子的安全 母豹主动引开了狮子 但自己却没能逃过围捕 命丧失扣 小猎豹看着这一切 眼神迷茫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夜幕降临 小猎豹迷了路 他懵懂地穿过铁丝网 来到了高速公路上 一辆急迟而来的跑车 差点就撞到了他 好心的父子俩下车后 将这只小猫抓了起来 不然的话 指不定就被别的车撞死了 男孩占这个小东西 孤苦伶仃 将它放进篮子里 带去了餐厅 父亲点了一碗牛奶 倒进调料罐里 然后摘下一朵花 倒扣在调料罐 一只简易奶瓶就制作完成了 男孩这时才看清楚 他救下的不是小猫 而是一只猎豹 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见儿子这么喜欢他 爸爸同意将小猎豹 养在家里的农场 但同时也提醒儿子 让他做好放手的心理准备 就这样 男孩把小猎豹带回了家 并给他起名杜马 很快杜马就适应了农场的生活 成为了家里的一份子 没事弹弹钢琴 去马桶上个厕所 在牛群中散步 甚至直接睡在了鸡窝里 在男孩的陪伴下 小杜马渐渐长大 坐起来比男孩还高出一头 而为了不让他丢掉猎豹的野性 父亲和男孩会开着摩托车 带杜马去训练跑步 车越开越快 后面的杜马也渐渐加速 50马 60马 70马 直到100马 天赋选手杜马 总能轻松超越 父亲知道 杜马长大了 是时候回归自然 男孩虽然万般不舍 但猎豹骨子里的野性 注定不该被人类换养 广阔的大草原 才是他的归宿 父子俩将放生的计划定在下周 准备把他放回 当时找到他的地方 然而就在当晚 病酒的父亲却突然离世 男孩久久无法走出悲伤 而杜马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 始终默默陪在男孩身边 父亲不在了 母亲决定把农场租出去 然后带着男孩到城里找工作 等稳定下来 再把杜马送到动物保护区 这么做违背了父子俩当初的计划 男孩无法接受 却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城里的生活跟农场完全不一样 男孩在新学校里格格不入 成了同学欺负的对象 杜马被锁在姨妈家里 望着窗外的钢筋水泥丛林 她一脸困惑 很快 杜马变得不安分起来 爬在沙发上 啃咬电视遥控器 却被动画片里 一惊一乍的声音 吓得不知所措 她跳上饭桌 一声咆哮 吓得姨妈撒腿就跑 连门都忘得关 杜马来到大街上 跟着母亲的吉普车 奔向男孩的学校 课堂上 男孩走神向窗外望去 竟然看到了一只猎豹 但其实这是她的宠物 男孩瞪大眼睛 心想杜马怎么会在这儿 而林州的小姑娘 以为男孩对她有意思 还放了个电 可就在这时 学校的警笛响起 警察端着枪赶到 准备射杀杜马 男孩知道出事了 连忙跑出教室 他来到卫生间 呼唤杜马的名字 谁知几个小恶霸走了进来 将男孩围起来 不仅抢东西 还准备动手打人 但他们不知道 自己可惹错人了 因为男孩的宠物猎豹 此时就躲在厕所里面 男孩带着杜马准备离开 两个保安举着枪跑来 于是男孩和杜马撒腿就跑 一路顺利避开耳目 最后躲在一处城市的高点 才换回了片刻的宁静 望着车水马龙的城市 男孩意识到 他们俩都不属于这里 他必须完成父亲的遗志 把杜马送回大草原 就这样 年仅12岁的男孩 骑上父亲留下的摩托车 就带着杜马上路了 还要穿越整个南非 回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然后将杜马放生 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都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果然没跑多远 摩托车就没油了 男孩只能推着车 在烈日下缓缓前进 不久后 他看到一个飞机残骸 靠着这里的遮蔽 他们总算能在烈日下 稍微喘一口气 但第二天天还没亮 男孩听见声音 有人试图开走他的摩托车 走出来就看到一个黑人 他是一个迷途的逃经者 刚开始 黑人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 但看见有只豹子 跟着男孩后 才打消了那个不好的念头 男孩说他很渴 黑人就把自己的水分给了他 作为回报 男孩答应用摩托车 载对方一程 但没有汽油 怎么开车呢 男孩很机智 用飞机里的降落伞 把摩托车改装成了帆船 在荒地上预风而行 带着黑人一路狂飙 很快在黑人的带领下 他们果然找到了水源 接下来就是寻找食物 这时前方正好出现一只鸵鸟 有杜马这个天生的捕猎高手在 然而决定让他试一试伸手 只见杜马瞄准猎物 迈着矫劲的身姿 朝着前方急速狂奔 眼看就要沉了 两人赶紧跟上去一看 这几个鸵鸟蛋也足够他们饱腹一顿 而这时黑人却说 杜马这样的猎豹根本没有捕猎技能 放生后是活不下去的 还不如卖给有钱人 至少能拿到一笔钱 可男孩当然不同意 他之所以离家出走 就是要把杜马送回家园 而黑人知道 这一路到处都是猛兽 充满了各种危险 光凭一个小男孩怎么可能完成 于是他提出陪男孩再走一段 但在途中 男孩留了个心眼 他通过指南针 发现黑人根本没有按照约定往西走 而是朝着北方前进 走着走着 他们看到有直升机飞过来 男孩想要求救 却被黑人抓住 似乎害怕被人发现 然而男孩不知道的是 他的母亲此时就坐在飞机上 正着急地寻找着他 第二天 两人经过一个废弃的矿洞 黑人决定独自进去寻宝 这下男孩终于等到了溜走的机会 结果刚一转身 矿洞就发生了塌陷 里面传来了黑人的惨叫声 男孩不忍见死不救 只好先去把对方救出来 他边挖边质问黑人 为什么要带着自己往北走 黑人解释 因为地形限制他们只能这么走 但男孩根本不信 他猜黑人一定是要把他带到警察局 先领完赏金 再把杜马卖掉 大捞一笔 男孩越说越气 挖了一半 丢下黑人 转身就离开 走之前还不忘顺走对方的武器 男孩领着杜马 继续独自前进 最终被一条河挡住去路 但他从小在农场长大 凭借熟练的手工火 很快就打造了一个简单的木筏 开始渡河 但在大自然中 平静的河水 往往要比陆地更加凶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过了多久 男孩慢慢醒过来 发现黑人和杜马出现在自己眼前 原来黑人一路跟了过来 他救下了男孩又找到了杜马 醒来后男孩跟黑人道了歉 表示自己之前错怪了对方 但黑人却说自己确实想过靠他们大赚一笔 为了挣钱 黑人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庄 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城里 就想着挣大钱出人头地 但最后却连工作都找不到 还干过坏事被关进了监狱 而现在 他决定帮助男孩让杜马回归家园 第二天 男孩决定再次让杜马尝试捕猎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和黑人又要饿肚子了 但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附近竟然有一群游客 第二天 男孩假装被咬了 然后突然放出一条蛇 把游客们全部吓跑 接着两人迅速把桌上的食物装进袋子里 饱餐了一顿之后 他们撑着小船继续前行 为了感谢黑人的帮助 男孩将身上的钱全部拿了出来 强烈要求对方收下 黑人本不想收 但没有办法 扭不过他 只好把钱装进了瓶子里 同时他也递给男孩一颗 他在矿洞里挖到的宝石 这一路 两人正式成为朋友 建立起了信任 随后他们在经过一片草原的时候 遇到了蛇银的攻击 黑人用毯子裹紧男孩 而自己却暴露在外 遭到了蛇银的围攻 这些危险的小昆虫 能让人类染上昏睡病 严重的甚至能致人死亡 天黑后 黑人的脸已经肿得不行 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偏偏这时 两人又被几头狮子盯上 男孩想点火吓跑他们 但突如其来的降雨 把甘草全部淋湿了 无奈之下 黑人只好拿出 昨天男孩给的钞票来生火 两人才成功躲过一劫 但此时 黑人已经奄奄一息 男孩决定去找人帮忙 因为黑人说过 这附近就是他家乡的村落 他把杜马拴在篝火旁边 独自一人冒着被吃掉的危险 跑到了村里 等他带着人赶回来 却发现杜马已经不见了 黑人被抬回村子 经过一晚上的治疗 终于恢复了过来 也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看到黑人总算一家团聚 男孩也该出去找杜马了 但其实昨晚杜马离开后 也遇到了自己的同类 在另一只猎豹的助攻下 杜马终于完成了 自己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成功的捕猎 这一切男孩都看在眼里 但他只是远远地看着 并没有靠近 他的表情非常复杂 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悲伤 他想起了父亲去世前 跟他说的一番话 男孩想爸爸了 但不管怎么不舍 他都知道 杜马已经适应了野外的生活 是时候说再见了 故事的结尾 男孩和黑人告别后 重新回到了农场 与母亲再次团聚 他帮杜马找到了真正的家 而杜马也帮男孩 找回了心灵的归属 这部电影叫杜马 整个故事充满着爱与勇气 一头猎豹的回家路 同样也是男孩 与父亲的心灵告别之路 神老病死都是自然法则 尽管时间会流逝 身边的人也会离开 但真挚的爱 永远不会消失 人生最大的成长 莫过于独自熬过最难熬的阶段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人生正是在磨损 修复重塑的过程中 一次一次遇到全新的自己 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 遇到客观世界的那条沟 你掉进去了 叫挫折 爬出来了 就叫成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